但是是不是恼羞成怒 菲律宾现在海警卫队告诉大家 菲律宾已经制定了周密计划 目标是什么 夺取黄岩岛 接下来我跟介大使有谈这一题 我想再请介大使补充一下 你怎么看待 菲律宾等于是官方 这已经不是民间的叫嚣了 官方正式料化 要夺取黄岩岛 当然这是他的这个 讲的大话 实际上他没有那个实力 因为大陆是在2012年 就把黄岩岛完全掌控 可是并没有在这个黄岩岛上 做任何这种 所谓吹杀箭岛的行动 那因为黄岩岛距离 铝宋岛距离马尼纳 不过100多公里 事实上是非常近的 所以他的这个敏感度非常高 我先把这个地图调查给大家看一下 让大家有个概念好不好 这个是战略位置 这个稍后我请这个张将军讲一下 黄岩岛 永兴岛 折壁岛在这边 形成一个三角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位置 好 另外一张 来 导播调查看一下 黄岩岛大概在这里 东沙 西沙 南沙 中沙 黄岩岛在中沙的位置 但他非常靠近菲律宾 它距离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带只有300公里左右 很近 那相对的 距离大陆是比较远的 这是它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位置 好 还有一张 来 还有一张 对 从卫星图来看 它很特别 有没有 所以它是中沙当中唯一 在退潮的时候会浮出水面的 那浮出水面的面积也很少 它旁边就是礁石 那中间其实是个戏湖 那在东南这边有个出口 所以大陆放海上的围杖 就是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只放了一天就把它拿掉 好 来 还有一张是不是 好 这个就是 在菲律宾挑衅之后 大陆网友说好啊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填海造陆 对不对 卫星图长这样 那现在有几种版本 一个是就按照它的地形 旁边的盖起来 中间把它挖郡 挖深 它会变成一个深港 对不对 可以停中国军舰 旁边可以建跑道啊 对不对 中国的战机可以停在这里啊 要不然就把它全部把它填起来 这个戏湖把它填起来 哇 就变成一个军事基地 你想想看 离菲律宾这么近 所以接待时怎么看 是谁夺谁呢 对 填起来不容易 那个戏湖就130平方公里大 对 它的整个那个叫环礁 但是外围都是礁 都是珊瑚礁 外围一共150平方公里 它整个外围的 这个一圈是55公里 所以它是非常大的一个范围 所以刚刚那些大陆网友 事实上他要把中间填起来 是非常大的工程 那他只要把那个环礁 能够把它做成这个 造陆就可以了 因为环礁就有20平方公里 你知道我们的太平岛 也不过0.5平方公里 对 我们 那中国大陆现在 那个主币这几个 也不过填到5平方公里而已 所以那有20平方公里大的土地 就足够用了 可是你看它就是说 它现在出口就那400公尺的部分 因为传统上菲律宾有渔船 它是进入那个 所谓的那个泄湖里面 去捕鱼的啦 那当然中非关系好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人道理由 中国大陆现在我基于人道 我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跟你这个 你的马德雷三号 放在我仁爱礁上面 我基于人道 还是让你补给 对 你说放几艘渔船进去 是可以的 可是你关系不好的时候 我就不给你进去了 所以现在那个 那个拉的那个叫 零食的主屏障 那种屏障 它不是永久性的 所以它有情况 它把它拉起来了 然后没事它就收了嘛 所以23号就收了 你25号去搁什么 什么屏障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就 菲律宾是纯搞大外宣 那也搞内宣 为什么呢 因为菲律宾现在这个总统 马可思 他过去一个月 他的整个支持度 掉了7个百分点 所以他变成支持度54 满意度只有47 所以他现在也慌了 所以就是说 因为原因是经济原因 内部还有物价高涨 所以他有人说法就是他借这个把这个事情抬高一下 因为那个他这个所谓的非国海防海岸防卫队的正式的发言人 发新闻 然后再把那些 公布影片 公布影片 我就问介大使 因为是菲律宾总统下令 叫海警队去移除 对 海警队就报告总统 我完成了影片给你看 对不对 对对对 是总统被蒙了吗 不是啊 还是说他是公反 总统也很热啊 因为他的民调啊 因为这个 这个影片一公布以后 这个菲律宾只差没有举国欢腾啊 对不对 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哇 赢了 赢了 了不起 把他们的 把中国的这个懒神都敢去割 对不对 谁去 谁去 事后谁去搞 所以 所以那个汪文斌就说是自娱自乐的一个闹剧 你自己 基本上是个娱乐表演 自娱自乐的闹剧 那 不过中国大陆这个 这个海警 海警 把这个真相披露以后 也是也没有继续揶揄了 就是把这个真相弄出来 这件事可能就会到此为止 不过中国大陆已经发布了 在南海的军演的讯息 对 对 因为事实上黄岩岛 中飞的实力太过悬殊 那中国大陆你看他 你看我们刚刚这个 中国海警船对于飞国的船只 你看光那个 这个海警团就比他大了 大了差不多五倍 每次从这个空中 你要看的话 就一大一小差太多 差距都是这么大 而且中国大陆在 这个黄岩岛是重兵把守 2012年控制住黄岩岛以后 就重兵把守 就是这个2000吨 4000吨的海警船在那边 还有大批的什么 需要叫做水上海上民兵 我们看到中间这个画面 是一个新的画面 我们看这又算是一个 挑衅的行动 虽然菲律宾那个船只很小 但是标速啊 就开在这个大陆 这个船只的旁边 对那大陆的海警团 你看即使是小型的 也比他那个来 这个冲撞的也大了好多倍 速度也超过他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大陆现在在那个 在这个黄岩岛是掌握 绝对的优势啊 而且基本上 他不是用军事舰艇 他是用海警团 是执行民事的这种公务的 那你如果说 你要用军力的来讲的话 那中国大陆军力 那也不是菲律宾 能够忘记相费 从之前的这个仁爱礁 到现在的黄岩岛 我们继续看下去 应该还会再继续演下去 但这个黄岩岛 跟仁爱礁不一样 它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 有多重要 稍后我请张将军补充一下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发生了一遍 我们下期发生了一遍 如果看到了一个流氓的无不平 这里有个流氓品 下期发生了一遍 请不吝点赞 直到这个温暖 下期发生了一遍 这期发生了一遍 可以认为 аш各个星期发生了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